卸指的张树国小在靠近张树一二路的围墙 因为高度只有110公分 围墙太低了 有些民众轻易就可以攀爬进校园 造成学校管理上的漏洞 也危及学童们的安全 在上次的会看之后 议员白佩如也建一款 让学校进行改善 这两天围墙的架构工程已经完工了 让校园安全更加分 这是原本的围墙高度 只有水泥矮墙 再加上上头的铁栏杆 加一加还是只有110公分 围墙太低 有些不孝人士轻易的攀爬进校园 造成学校管理上的漏洞 也危及学童安全 不过现在已经不一样 只见上头 现在又加装了一整片的铁围梨 现在高度有2米5 对于学校来说 在非开放时间就比较好管理 以免有民众任意进入校园 那常常造成在未开放的时间 居民以及这个部分附近的学生 得以任意的进入本校的校区 那基于这个安全的部分 那我们协请这个议员 协助我们争取这个款项 那也很顺利的于5月份款项下来之后 我们在6月进行招标 那也在6月20号之后完工 那目前验收完的高度已经达到2米5 张树国桥的外墙有分成两部分 那比较先改善的就是 比较靠近这个转角这个部分 因为它的围梨过低 而且离这个临边的马路 这个其实两个的高低差 就是非常的接近 那很多这个就是不校人士 他会从这个围墙直接搬的 就进来学校 那因为他又离学校最远 所以这一块的部分 我们先行的来做了这个铁丝网来做这个改善 这里是系纸张树国桥的围墙 在上次会刊U-Bike的时候 也一并反映校园围墙的问题 一元白佩卢也拨了建议款 让学校进行围墙改善 另外在靠近张树一路这一边 则是有损坏的问题 可以看到神锈坏掉了围墙 出现了一个大洞 学校是赶紧以黄色警示带 还有绿色的围梨来围起来 只见原本黑色铁围梨 因为时间一久老旧 全都出现了锈石的状况 也有大大小小的破洞 担心学童安全 只是碍于经费问题 今年四月底 一元白佩卢也邀请了 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现在经费也已经有着落 那其他校围周边的话 也会在今年度 来把整个校围的围梨 在今年度来做这个改善 那我们希望说改善后 整个这个张树国小的环境会更好 那也保护我们学童的这个校围安全 它破损非常严重 那总长有165公尺的长度 那也因白亿元的这个协助 我们目前在今天6月26号 争取到了99万5000块的这个预算 那我们会在7月的时候进行发包 那希望能在暑假结束前 学生返校前 我们可以完成这个工程 以确保学校的安全 除了已经加高围墙部分 在大门口以及张树一路L型的老旧围墙改善 也预计在下个月会进场施工 保障学童安全 且成惠林细致采访报导